大家早晨 身上的家庭的弟兄姊妹 你們好 感謝主義今天可以在教會裡 分享上帝的懷疑 有人問 弟兄你們做哪一行 你們做哪一行 所以我幫你講我是做戒讀 戒讀?你是什麼戒讀? 所以我幫你講是福音戒讀中心 你們戒讀是怎樣幫人戒讀的? 我幫你講 不單靠不靠肉物 單靠誰? 單靠耶穌 那些人 行不行? 你們有沒有成功的例子? 我幫你講是有 為什麼呢? 有些人說以前好像魔鬼 你知道什麼魔鬼嗎? 魔鬼當然是很醜勇的 很多人怕很恐怖的 為什麼呢? 他們說以前是賣毒品的 他們是販毒的 但是信了耶穌過後 他們就改了他的生命 他們說那些生命歌後 他們說什麼? 好像天使 為什麼呢? 他們為耶穌做很多幫助人的事 有一個 他們說以前是強盜 你知道什麼是強盜嗎? 他們信了耶穌過後 他們變成全盜 還有一個 他們說以前是殭屍 為什麼呢? 吸到吸到像殭屍一樣的樣子 很難看的 人家看著都走的 他們信了耶穌過後 殭屍也變成了牧師 做了牧師 哈利路亞 你看在神 在人沒有辦法的情況 是嗎? 神是有能力的 Amen? 好 今天我們來看 這個 為什麼他們能夠成功 站在上帝的道 因為他們有一個秘訣 那個秘訣是什麼呢? 第一 就是信耶穌 第二 就是堅持 第三 就是堅持信耶穌 Amen? 所以 今天我們來看 這個承諾是要堅持的 所以他們可以跟從耶穌 跟同到底 他們守住上帝的承諾的時候 他們就能夠成功 好 今天我們來看 這個承諾是需要堅持的 怎麼去堅持呢? 我們來看 作出這個承諾 是需要勇氣和堅持的 所以今天我們來看 《尼希米》第十章 《尼希米》第十章 你們說過什麼? 在那個時候 尼希米是帶領他們 去建立這個承諾 不單是建立好承諾 甚至包括了他們 恢復他們的敬拜 聖地的敬拜 包括了他們的屬靈生命 所以他們在那個時候 第十章 他們就向神立了藥 立了什麼藥呢? 我們來看 立了什麼藥 OK 立了一個手計名的藥 首計名 就是在第十章 二十八到二十九字 首什麼計名呢? 就是在行事為人方面 來到中心 對神的中心 如果弟兄姊妹說 我年紀已經大了 你要我怎麼背 摩西十界 不記得了 沒有記性 所以你記得 摩西十界裡面 頭四界是對誰 頭四界是對著神的 是對神的 然後後面六界是對誰 是對人的 所以如果你再不記得 你記得耶穌幫我們說 我們對神 要尊心尊性尊意 愛我們的神 然後愛誰 愛人 好像愛你自己一樣 所以你看到 這就是戒命 無論我們在哪一方面 我們都對神有重心 第二呢 他們在神立約 就是以外族人分別 以外族人分別 所以他們在那裡立約 他們說到 他們不會再 以外族人 他們一起結婚 所以這關於戀愛方面 是要忠於神的 然後第三個 這個內容是 守住安息日 安息日 守住安息日 包括他們做生意的時候 或者做買賣 他們是在安息日的日子裡 他們是不可以 擔擔擔擔擔的 這個安息日 就是講到 他們要 單單地在那一天當中 是不是 來到 親近神 來到靜默 在神的當中 去思念 上帝如何在他們的生命裡 工作 然後第四 這個內容 是奉獻聖殿的需要 奉獻聖殿的需要 因為 在那時候 那些尼微人 尼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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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是沒有產業的 他們是沒有產業的 所以尼微人 他們是需要 聖殿奉獻給他們的 資助 包括了 神的工作 他們都在那裡 所以如果沒有人去奉獻 這個聖殿 就沒有奉獻的祭物 這是他們之前 和神立約的 然後我們繼續看下去 然後 尼希米 在這裏 是別離 別離的叮靈 意思是 在這個時候 尼希米要暫時 他要暫時離開耶路撒冷 所以 回到耶路撒冷 幫助他們建立這個城牆 已經有很多年的時間了 所以 要暫時離開耶路撒冷 所以我們看 尼希米 在那裏幫他們說什麼 我們就讀這段經文 在第十三章 一到三節 那時候 他們就宣讀摩西的書 摩西的書 那裏有 亞門人 還有摩鴨人 永遠不可以進入神的殿中 因為他們沒有 用食物和水來迎接 以色列 反而請巴蘭 來奏助以色列人 所以我們看到 聖經說什麼 聖經說 我們的神 是可以將咒座 變為祝福的 是嗎 而且在第三節 那裏說什麼 眾人聽到這個律法的時候 他們就一齊 沒有和閒疾人士 一齊分開 分開了 因爲什麽 這裏讀摩西的律法的時候 他們說到 爲什麽他們沒有 拿水給以色列人 這裏說到 以前他們出了 埃及的時候 他們進入 英雄之地的時候 所以在那裏 他們就經過 亞門人的地方 那些亞門人 他們不讓 水給他們 不讓食物給他們 所以他們 跟以色列人 不可以有一個交情 一個關係 所以這裏說到 所以這個亞門人 和亞門人 他們永遠都不能夠 進入這個 神的殿鐘 我們看了 在第十三章 來到最後一章的時候 是說大結局 那大結局 你們希望 你們看電影 希望大結局是怎樣的 你們希望大結局是怎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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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擺世的圓直 歡喜快樂 歡喜快樂 慶功宴 大家都勝利 以後過著一個 歡喜快樂的日子 對不對 所以我們看 這個以色列人 他們的大結局是怎樣的 第一 他們有沒有守這個 承諾呢 第一 他們分別為聖的 這個事情 他們違反了 怎樣違反呢 第四到第九節 我們來看看 第四到第九節 第四節是說什麼 委託這個 派管理我們神殿的 這個庫房 這個就是祭司 和這個多比亞 有一個密切的關係 這個多比亞是什麼 是什麼人物呢 多比亞是 剛才我們讀了這個 亞門人 這個多比亞曾經 是怎樣的 尼希米 回到耶路撒冷的時候 他們建立這個城牆 你知道我們建立城牆 有很多很多很多 爛了很多的敵人 這個多比亞 就是不斷地去爛了他們 不斷地去攻擊他們的一個人 所以為什麼在這裡的時候 這個大祭司 這個祭司 會為這個多比亞 在哪裡 我們看到 在耶路撒冷的神的院子裡 做了一件惡事 他做了什麼惡事 我們繼續看下去 做了什麼惡事 他做了什麼惡事 因為他做了 他做了 他把神原本的庫房 意思是說 那個房間是製造祭物 是製造那些奉獻的東西 等等的油啊 谷啊 那些東西全部是什麼 是要奉獻給聖殿的 那麼這個祭司 就把這些東西全部搬出去 就給這個房間 去這個多比亞住了 那麼這個尼希米 他回來的時候 他就知道有這樣的事 聖經說的是什麼 他說十分的什麼 十分的憤怒 十分的憤怒 為什麼呢 當然很生氣 當然很生氣 要你想想 如果你在外國做工 你是一個妻子 你在外國做工 你做了很多年了 你慘慘慘慘 你每個月都不捨得用 每個月的人工 全部都寄回家 寄回家 那麼十年過後 你回來的時候 你看到 你的家裡多了一個女人 你丈夫多了一個女人 你生氣嗎 你生氣嗎 是很生氣 各個人都生氣 你希米也是這樣 幫助大家去建立 整個又有一個敬佩的次序 聖殿也都聖場建立 為什麼有一個外族人 住在這個聖殿當中呢 不可以說住在聖殿的院子裡 他們連入神的會所都不行 因為法師那裡說了 他們都承諾了 他們都答應了神 幫神有一個承諾 是嗎 所以今天呢 今天呢 是怎樣呢 今天是 我們來看聖殿呢 也是說 是我們現在的這個教會 是我們現在的教會 所以今天我們來看看 教會是影響這個世界的呢 或者是這個世界是影響這個教會呢 這個是我們要思考的問題 是教會影響這個世界 或者是這個世界影響著教會 那麼在網站呢 你可以找到很多很多很多的教導 很多很多的教育 但是呢 未必是基督教的 那麼我們教會 是否需要用這些教導 但是呢 不是基督教的教導 來到教會來做教育呢 可能你說呢 因為這個 不是基督教的教育呢 這個教導是非常之有什麼 是好的 非常之有效率的 非常之 做了之後 這個方面 就很成功的 那麼你可不可以 拿來教會去用呢 去吸引更多人 去留著更多的弟兄姊妹呢 在不是 可不可以這樣用呢 但是 可不可以 不是我們說的 我們要照著聖經的真理 聖經的原則 來到去做 就好像呢 你記得有沒有 耶穌啊 耶穌派的門徒的時候呢 去哪裡啊 去哪裡 去到那個狼群 你記得有沒有 馬太福音的六十章 所以耶穌幫你講呢 你們是羊 不過耶穌幫你門徒說 你們是羊 但是呢 你們是羊 進入這個狼群的時候 是不是 不是 過後呢 被氣影響 你變狼 不是 也不是 披上狼皮的羊 你們的 你們好像什麼 好像 靈口仗蛇 耶穌幫你講 你們靈口仗蛇 但是不是叫我們做蛇 今天第一支部 不是叫我們做蛇 是叫我們靈口仗蛇 為什麼呢 懂得變痛 遇到困難 遇到危險的時候 我們懂得怎樣 我們懂得離開 但是呢 耶穌幫你講 你們靈口仗蛇過後 你們的心 好像什麼呢 好像 甲子一樣 那麼什麼 那麼順復 烈想 善良 這個就是那個品質 所以今天呢 你看到聖經裡面 耶穌派的門徒 不是 被這個世界影響 是要影響 整個世界 所以今天教會呢 我們都需要 有一個原則 跟著這個真理 來到去影響這個世界 所以呢 你看看基督徒 基督徒的意思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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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的意思就是說 在這個世代 在這個世代裡面 成為一個什麼 分別圍城 分別出來的圍城 Amen 好 第二個 我們就看 他違反了什麼 第二個 第二個呢 他違反了 奉獻的 一個供應 奉獻的供應 在哪裡呢 違反了呢 我們就讀這段經文 好 第十三章 十到十三節 那麼呢 他講到 你有沒有發覺到 那些尼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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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當得的那份 那份 沒有人供應給他們 甚至 那些尼眉人 歌唱者 他們走回到哪裡 走回到耕田 哇 你看看多可憐 走回到耕田 走回到田地 為什麼呢 他講 因為 那時候 沒有人奉獻 那時候 那些 回仲 那些回佑 沒有人奉獻 那些聖殿 哪裏還有那些祭物呢 全部都沒有 那些歌唱者 尼眉人 剛才我們說過 他們是什麼 他們是沒有產業的 是不是 他們是 要 這個聖殿 供應他們的 十分之一 所以他們怎樣呢 就走回耕田 在那時候 尼眉人 他就被這個官長 他說 為什麼他們疏忽 供應神的殿 為什麼你們疏忽 有時候我們有沒有疏忽呢 有時候我們有沒有疏忽呢 這個是我們要思考 我們需要盡我們的本分 將應該奉獻的 給回教會 這個是神的殿鐘 OK 所以呢 尼眉人 他就召集了所有的 尼眉日 怎麼 回到自己的崗位 回到自己的崗位 做回到自己的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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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些應當的酒 和十分之一 都怎樣 放回到自己的崗位 奉獻給那些尼眉人 尼眉人 尼眉人 他們應當的應分 他們應得的 就給回到他們的 所有的 他們的弟兄 兄弟 好 所以這裡 在祈禱 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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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弟兄姊妹 如果 有時 你覺得有時 很辛苦 為何 可能 你做了很多事 可能你為家庭 或是為教會 或是為上帝做的 但你身邊的人 沒有人認同 你身邊的人 覺得你很傻 或是身邊的人 覺得 都不看重你做的事 所以有時你會覺得 很罪喪 很失落 你記得一件事 上帝永遠都不是 看我們的外表 上帝是看我們的心 如果你的心 對著上帝 上帝知道 上帝會紀念 你看 祈禱 有時我們學祈禱 主啊 你紀念我 我做的事 你紀念我 你看沒有人讚我 沒有人 沒有人鼓勵我 不要緊 我相信 主你紀念我 Amen Hallelujah 好 第三件事 我們看他們 是怎樣的 他們 違反了首聖日的毀約 首聖日 在十五節 你起碼再次看到 你看到什麼 你看到猶太人 在安息日的時候 去採押酒池 而且搬運和困 在安息日裡搬到哪裡 搬到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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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很大的城 有圍牆的 你記得 有圍牆的 尼希米 建立了他們的圍牆 尼希米 看到這個情境的時候 你知道尼希米也很生氣吧 警告他們 在哪裡警告 在他們賣東西的時候 警告他們 警告他們什麼 警告他們 在安息日裡 不可以 在城牆裡做買賣 包括那裡有推羅 即是外邦人 外邦人搬了很多貨 來賣給猶太人 所以你想想 異果 因為猶太人守安息日 所以今天我們不需要守安息日 我們是守主日 今天星期五 港府檔就是我們的主日 你想想 如果我們每一次守主日的時候 你帶兩條魚來賣 你帶兩隻走地雞來賣 你買些菜來賣 放些雜貨 冬菇 蝦米 全部放在這裡賣 你覺得是怎樣 整個座位覺得是怎樣 當然不行 每個人都掛著做生意 哪裏有更專心的敬佩神 對吧 所以 你起碼看到這樣的情形的時候 他們是守安息日 他們是很嚴厲的 嚴厲到一個地步是怎樣 他們不可以擔心 不可以做工 不可以抬 都不行 這些粗重的事全部不行 他們要單單地去親近神 單單來到他親近神 所以他們守安息日 他們猶太人是星期五的太陽下山 到星期六的太陽下山 那個時間 他們是守安息日 守好正 所以這個尼希米 在第十七節 他們又集備猶太貴族 什麼貴族 即是有錢人 那些貴族 對他們來說 你們為什麼要走這樣的惡事 在這個安息日裏面 做這個買賣 這個是蝕毒了這個安息日 什麼是蝕毒呢 蝕毒呢 就是說你對神不尊敬 不尊重 蝕毒了這個安息日 OK 所以呢 這個尼希米 他們就吩咐了這個尼希米人 再次結證自己 甚至尼希米 就是猜派人去哪裡 去那個城牆 你知道那個城牆 城牆是有門的 對嗎 在城牆那裡搜紙 搜紙什麼 搜紙呢 搜紙呢 不准這個安息日 他們那些外邦人 去做什麼 去做買賣 不准他們做這個買賣 不准他們托那些貨物 進入這個城來做買賣 這個尼希米回來的時候 他們再次的 是嗎 去 建立這個 安息日 整個的次序 所以你看到 對不對 在安息日 即是說到現在我們的 我們的主日 所以有時候 我相信 弟兄姊妹 在這個時代都不同 對不對 在這個時代都不同 可能你做的生意 是要面對很多的 顧客 可能你遇到這個大客 那個大客 幫你講 這個星期日 或者星期五 十點 我要見你 我要簽這張單 可能很大的數目 那星期日 哎呀慘了 我星期日又來教會 又怎麼好 那麼 是不是不可以來教會 如果我來教會的話 可能我虧了這個生意 我就賺不到錢 很真正 是不是 但是 如果我去接這個生意 我就 哎呀好像對不起神 沒有禮 哎呀沒有守這個主日 是不是 但是你不用怕 弟兄姊妹 我們的教會很特別 為什麼呢 我們的教會有拜五拜六禮拜 你記得 有拜五拜六禮拜 意思是說 我們不是故意去安排這些主日 如果我真的 拜五禮拜 我來拜六 如果拜六不行 我來禮拜 是不是 所以我們每個禮拜 我們都 用一日時間來 來到親近我們主 守主日 所以尼希米在這裡 祈禱 十三章 他說 我的神 我的神 求你紀念我 紀念我 什麼 照你的風聲 慈愛 連率我 你看到 尼希米 是一個 可以說是一個 很偉大的領袖 他知道 他做了這些事情 他沒有說到 你看我多威風 沒有了我 我不行 但祈禱是什麼 神 求你紀念我 我所做的事 求你封聖 自愛 憐憫 連率我 加添給我 你看到 連希米 是一個很忠心 對神很忠心的領袖 所以在祈禱裡 我們可以學尼希米 來到祈禱 然後 在這個 第四 他們在哪裏毀了 第四 我們來看 在婚姻的關係 毀毀 婚姻 然後 在第十三章 二三到二八節 二三到二八節 這個尼希米 發覺到 猶太人 又大人 他們娶了 阿實 特 即是外邦人 還有這個 雅門人 摩雅的女子 為妻 所以這個 尼希米 發覺到 哎呀 第四個六年 他們都沒有遵守 沒有遵守 意思是說 尼希米 暫時離開了 耶路撒冷 那時候 他們就開始 開始 又 跟外邦的女子 他們的子子孫孫 在那裏交往 成為他們的妻子 那二十六節 是不是 二十六節 二十六節 這裡 他就 講了 用了一個 以色列王 所羅門的一個例子 所羅門的皇帝 就是被外族的女子 引誘了犯罪 所以我們看到 所羅門的皇帝 你知道 所羅門幫上帝求什麼 求智慧 如果上帝問你 大兄姊妹 你有什麼願望 上帝要幫你實現 你會怎麼祈禱 通常我們會想到很多財物 很多財物 所羅門 到最後 他們也犯罪 為什麼呢 是被什麼 令到 跌入罪惡 裡面 是因為 他娶了很多 外邦的女子 就是 阿門人的女子 阿門人的女子 這個是聖經裡面有記載的 不是 不是車大跑的 聖經裡面 真是真實的 好的聖經會講好 不好的聖經也會記載 所以這個 所羅門你知道 有多少公主 還有非兵 你知道有多少個嗎 公主有七百個 非兵有三百個 哇 中共當然有千個 有時候 如果所羅門 走 逛逛 遇到的話 那個女子 可能都是老婆 可能都忘記了 有千個 你記得嗎 所以 所羅門 也是被外邦女子 受到引誘 掉到犯罪的陷阱裡面 然後 27至 年希米說 難道 我要聽你們 走著大鱷 去娶外族的女子 為妻 來對我們的神不忠 你看到 尼希米 對神 真的是一個 忠心的仆人 不只是 對神忠心的仆人 甚至 帶領所有的百姓 他們都要 去忠心 Amen 好 第十三章 二十九祖 起由祈禱 你看到祈禱 這個時候的祈禱是甚麼 他們說 我的神 求祢記住他們 不是記住我 記住他們 因為他們 澱污了祭司的職份 污毀了祭司的身份 和尼未仁的藥 主啊 我求祢紀念他們 這個 不是我澱污上帝 是他們 澱污了祭司的職份 和尼未仁的藥 所以有時候 祈禱 我們不要去攻擊別人 不要攻擊別人 有時候我們祈禱 都會 情緒來的時候 是不是 是不是 主啊 為甚麼 很多的為甚麼 我們很多的為甚麼 有沒有 有時候你為主做很多時候 你覺得 主啊 為甚麼 我又來討過會 我又守主日 我又給奉獻 為甚麼隔壁給我好的 我覺得好像很慘 是不是 有沒有 但是呢 我們不愛這樣埋怨的祈禱 今天我們祈禱甚麼 主啊 求你紀念他們 他們所做的一切 因為呢 尼未來到這個階段的時候 祈禱的能力是很有限的 人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你和我的能力也是很有限的 尤其是我們看到 在座那麼多的大兄姊妹 都是我的長輩 你們有孫 有子女 有餘女 有時候我們很希望 我們的子女 是怎樣怎樣 讀書 乖些 做功課等等 是不是 做一個 將來做一個 又甚麼 又質素的 又上等的 一個工作 對嗎 我們都希望這樣 但是呢 有時候 現實未必是這樣 未必是這樣 我們怎樣好呢 我們真是要將它帶到上等的面前 我們時時刻刻 要遺棄你的甚麼 遺棄你的討告 遺棄你的討告 好 不是單單為了自己 尤其他做的事 不是單單為了自己 為了自己 為了自己的利益 不是 他是真是付出的 他真是 很想這幫百姓 走回 有次序 那道路 走回正道 不要去毀躍 所以你起碼 在這裏 真是民心無愧 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時候 是吧 他就怎樣呢 他就結成他們了 他就結成他們 脫離這個外族人的污位 包括那些祭司 尼未人的職責 就 他們各人在這裏 回到自己的崗位 包括了 你起碼 再次的差派成實的人 是吧 他將這個 木材 木材 包括了 這些奉獻的 初熟的 那些芝蜜 完全 放回那裏 放回 神的這個點鐘裏面 所以 你起碼 這裏 他都民心無愧 他做的事 已經做了 他做的事 已經做了 其他事 他掌管不了 尤其是 做人的工作 你是很難去 掌管 每一個人 包括了 是教會 都一樣 教會 都是 在做著 建立著 人生命的一個地方 是吧 所以你看到 有時候的 牧師 他們的 牧師 教會的領袖 他們真的是 容心良苦 怎樣容心良苦 就好像尤其米 說了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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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 每一個大兄姊妹 在生命中 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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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 得到 緊緊的跟上神 來領受 上帝的祝福 不希望有些大兄姊妹 會失落 不希望有些大兄姊妹 會跌倒 所以你看到 尤其米 這個祈禱 是吧 是一個 民心無愧的祈禱 主 求你怎樣 求你紀念我 求你紀念我 施恩給我 施恩給我 所以我們需要 是甚麼 上帝的恩典 我們需要更多 上帝的恩典 好像 我是在 教徒中心裏工作 服侍 不可以說工作 服侍 所以 你服侍那些人 他未必聽你說的 他未必聽你說的 就算你講了 你的口水乾 有甚麼見證 給你看 他也未必聽你說的 聽你說的 所以你要怎樣 你真的要將他 帶到上帝的面前 將他帶到耶穌的面前 你時刻刻為祈禱 這是做人的工作 人的工作 他不是機器 機器不是 你修正了 怎麼會走 車壞了 就修正了 走 這是人 人是有腳 有思想 他未必聽你說的 你不可能 拿鎖子鎖住 是吧 但唯有一個方法 你圈道去 圈化去 求上帝 讓我們有恩典智慧 來幫助他們 好 來到羅馬斯八章三節 羅馬斯八章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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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說甚麼 除掉了這個罪性 就在肉體裏面 判決了 解決了這個罪 這裏說甚麼意思 律法 律法 沒有辦法清除一個人的罪性 清除人的罪性 所以你看到這個聖經舊浴歷史裏面 聖經舊浴歷史裏面 聖經舊浴歷史裏面 他們 這個 猶太人 他們從這個埃及 過紅海 過紅海 是一個神跡 進入抗爺裏面 有很多很多的神跡 他們的衣服 做四十年 不要難 鞋子不要穿 然後 下午 熱的時候 最近很熱 是不是很熱 天氣很熱 現在的時候 上帝就猜 什麼 暈 在他們上課 遮字 幫他們遮音 晚上 他們 抗夜 看不到路 上帝猜 什麼 火把 有火光 給他們引導 他們不能吃 上帝給他們吃 沒有水喝 石頭可以出水 對不對 甚至 以色列人 他們 聽到 上帝的聲音 上帝的聲音 在山上幫忙 說話的時候 他們聽到上帝的聲音 他們腳都抖 對不對 他們經過這麼多的神跡 看到過後 你看看這個聖經裡的歷史 他們是什麼 他們 就不斷地 重複 掉落這個 罪惡當中 不斷地重複 掉落這個 罪的陷阱當中 對不對 因為重複 這個 這個 就是 人性 來的 人性 我們 會不會 我們 也是人 我們也是人性 來的 是不是很人性 所以你看到 《時師記》 那裡 《時師記》 他們 當他們有問題的時候 他們求神 神就猜派了一個 《時師》 《時師》就幫他們打走敵人 打走敵人的時候 他們又 幾十年 平安 安樂 過著 一個快樂的日子 過後 他們又被 外邦的女子引誘 他們又去拜其他神 所以當時他們又犯罪了 這個犯罪的時候 上帝就應許 這個敵人攻打你 所以他們就求上帝 上帝就欺騙《時師》 他們又幫助他們 他們又平安 又過著快樂的日子 他們又忘記了神 所以不斷的不斷的重複 所以 怎麼搞呢 原來這是一個罪性的問題 罪性是怎樣才能解決的 今天我們看到 耶穌來到我們當中 耶穌來到我們的世上 在這個新救浴之間 舊約和新救浴之間 有四百年的時間 神沒有說話 有四百年是一個靜默的時間 神沒有說話 因為在舊約的時候 上帝不是幫每一個人都說話 上帝是幫什麼 是幫領袖 幫領袖 幫祭司、先知 幫那個群族的領袖 對他們說話 對他們說話 但是在這個舊約我們看到 人性是不斷的 如何 跌入這個罪 當中 所以這個罪是怎樣解決呢 就是 新約和舊約 之間有四百年 神沒有說話 靜默時期 來到新約的時候 就是耶穌誕生 耶穌誕生的時候 開始 神再次幫人 納了這個約 神幫人 納了這個新約 就是耶穌的時代 所以耶穌來的時候 他就要向十字架 十字架成為罪 代罪的羔羊 因為聖經說得很清楚 如果這個罪性 沒有流血是不可以 是不可以清走 是不可以赦免的 所以這個罪 流的血是什麼人的血呢 是嗎 是否我們親戚朋友的血 是否父父的血 不是 這個血是一個異人的血 就是耶穌 耶穌的血 才能夠赦免了這個罪 才能夠把這個罪性解決 這個是 一個的罪 如果血不流 是不能夠得到這個赦免的 得到這個赦免的 而且耶穌用了自己的生命 他的身體 是換取了我們這個的 兒的生命 耶穌代替了我們這個人的罪性 而不是判死刑的 耶穌代替了 使我們這個 不需要受到這個刑罰 使我們成為一個 又永恆 生命價值的一個人 Amen Hallelujah 好 好 來到這裡 尼希米給我們的結論是什麼 他說到 人 承諾不能夠持久 人的承諾不能夠持久 唯有基督的承諾 能夠堅持不閒的一個承諾 我相信我們在座 我們也有說過很多的承諾 是不是 我們守過很多承諾 但是不能夠持久 是不是 不可以說那些很大的承諾 我們說 哎呀 今年我要讀完一本聖經 讀完聖經 我們幫上帝說 手指的承諾 一年裡面讀完聖經 但是我們讀一下讀一下 讀一下 三個月四個月五個月的時候 我們覺得 哎呀 為什麼呢 好像不能夠去完成 到了一年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不能夠去遵守 去完成呢 因為我們人 有時候守個承諾 不能夠持久 唯有基督的這個承諾 耶穌基督對我們有什麼承諾 耶穌說 愛我們 就愛我們到底 是不是 耶穌說愛我們 就愛我們到底 他永遠都不放棄你和我 無論你是怎樣的懷 無論你是怎樣的疑慮 無論你是怎樣的疑慮 無論你是一個 不守成路的人 但是耶穌都愛你 為什麼呢 他知道我們人性又軟弱 但是呢 我們相信 當我們繼續跟著耶穌的時候 我們相信 我們能夠去完成 我們去 我們去 向神守的這個承諾 Amen 阿里阿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邀請我們的 我們的 我們的敬拜團 我們的敬拜團 帶領我們 好 在這個時候呢 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 大家站起來 大家站起來了 我們可以大家站起來 在線上的弟兄姊妹 OK 我們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去思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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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曾經呢 是不是對神呢 講了一些的承諾 但是我們可能都忘記了 在這個時候呢 或者我們不能夠堅持 去完成 這個時候呢 我們來到上帝的面前呢 我們來到安静 我們的思考 可能 我們也忘記了呢 不要緊 今天我們在我們重新的 禮祖上帝面前呢 我們重新的幫上帝說呢 我們要堅持 去守住 我們幫神的一個的承諾 我們唱這首詩歌 安静 幼稚的心天静 和平满在内心有共鸣 放入 我心中感真定 毫无荆荒 日臣将本带领 安静 幼稚的心天静 和平满在内心有共鸣 放入 我心中感真定 毫无荆荒 由神将本带领 圣经耶稣里获声 应祂而我共走世路情 圣经 张牙飞 来自此往上升 圣经 出生命 霸主见证 各位弟兄姐妹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什么承诺 我想帮上帝说的 我们可以再次来到上帝面前 来到对起说 求主给我们有能力 圣经 胜过我们一切难阻 圣经我们一切负面 胜过我们一切的消极 给我们的能力 去跨过我们前面的 可能是一个 罪性的一个陷阱 求主给我们有能力 来去跨过 阿们 如果在我当中 如果你还没信靠主耶稣 或者在先上的弟兄姊妹 你很想这位主 来帮助你 或者你在这个生命里面 有很多的经历 每一次 我也不能够去坚持 每一次我想做好的时候 我也失败 或者是每一次 我真的想努力 去完成这个目标的时候 都是 很失落 不要紧 今天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生命 交给我们的主耶稣 如果今天你想认识我们这位主耶稣 是一个充满能力 充满爱 充满爱心的一位神 他会带领我们走得性的道路 如果你想来到他认识一位耶稣基督的话 所以你就跟着我说一句 你跟着我说一句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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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稣基督教祢 主耶稣我们多谢祢 以前我还没认识祢 以前我还没认识祢 今天我很想认识祢 今天我很想认识祢 求主 求主 舍命我过犯 舍命我过犯 舍命我以前做过一切 舍命我以前做过一切 今天我要来到你面前 今天我要来到你面前 你受这个承诺 你受这个承诺 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 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 求你祝福我 求你祝福我 引渡我 引渡我 使我能够 使我能够 成为一个 讨慎喜悦的愚蕴蕴 我考虑成灵 心理相信 耶稣基督 你死了三天后复活 你就是个威神 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 求你祝福我 我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 我们祝一切的荣耀掌声 归给我们耶稣 も祝福我 耶稣基督教 Ollie